好,大家善念齐聚要把爱送到海地 现在在全世界各地的慈祭之宫 都已经展开了木新、木款的各项的活动 那么首先我们的画面就要来看到 包括在台湾、包括在美国 甚至在瓜地马拉的各项木善念的情形 首先来看到的就是在美东地区 包括了新泽西跟纽约 天气又变了 不但下起了细雨 而且立刻又变得低温严寒 许多的志工戴着手套围巾穿的大衣 戴着帽子 但是不畏严寒 就是在街头雀募大家的善念 大家都把自己先照顾好 还有能力再去帮助别人 一一的想过往的行人雀募 希望把大家的善念齐聚 也把爱一起送到海地去 隔了一夜就变天 昨天回暖的好天气 今天变成了冰冷的下雨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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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了 下大雨 OK 走 我们走 现在很冷了 好 欢迎 下一站 下一站 下一站去 为海地木星入款的第二天 美东新泽西和纽约的志工 戴上手套 围巾和帽子 做好万全的准备 再出发 不过我是觉得 我们是很幸福的 因为这个环境的话 比起海地那个环境的话 我们是真的幸福很多 按下快门的刹那 记录下美好的一刻 都穿了一件毛线衣 然后因为这件衣服 也是防风防雨的 所以说也是买帮我满的 只是说忘记戴手套了 因为拍照片嘛 没有办法戴手套 不论天晴还是天冷 志工们弯下腰的那一刻 就是为海地灾民 默默祝福 而想起电视上 一幕幕海地灾后的情景 心酸 心疼 更不忍 我们看到那个镜头里面 这些海地灾民 他们晚上都没有地方住 那其实我们站在这里 其实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上人也说 我们出来帮助别人 我们要照顾自己 那我们要先把自己照顾好 那我们随时都有 准备要去海地去帮忙 全美慈祭人为海地进行的 街头木星末款活动 下个周末将持续进行 志工们知道 未来海地的复位重建 路迢迢 大约新闻美东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许葬